都道歉到这份上了 君北月还能再问什么 东秦女皇窝囊地退后好几步 恨不得立马就走 免得在这里再待下去 继续丢人现眼 她红肿的脸和那些恐怖的肺子 无疑是中毒了 这个时候再找君北月要解药 无疑是自讨羞辱 她就不相信她自己找不到解药 四季祠东秦女皇转身便要走 而这个时候众人也纷纷散了 好戏过后势必会传出各种舆论 东秦女皇的名气算是毁定了 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君北月却道 子晴 东秦女皇如此歉意 解释得那么清楚 你看要不要原谅呢 这话一出 东秦女皇戛然止步 猛地转身怒目瞪去 君北月却看都不多 看她一眼 笑着看着韩子晴 子晴忍不住也笑了 虽然这种理由牵强了一点 但是看在南昭王的面子上 还是俗鱼论 东秦女皇的名气算是毁定了 可谁知 就在这个时候君北月却道 子晴 东秦女皇如此歉意 解释得那么清楚 你看要不要原谅呢 这话一出 东秦女皇戛然止步 猛地转身怒目瞪去 君北月却看都不多 看她一眼 笑着看着韩子晴 子晴忍不住也笑了 虽然这种理由 牵强了一点 但是看在南昭王的面子上 还是算了 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不是 本王的王妃可是越来越大度量了 君北月笑道 哪里比不上王爷气度气量呢 子晴一笑 夫妻俩一唱一和 气得东秦女皇 哭得一声 险些吐出一口血来 幸好其实忍住了 否则这件事情传出去 她该如何再见人呢 带着轩辕朝夕 几乎是陶一样的狼狈离开 南昭王深吸一口气 果然还是不能听信任何谣言 君北月可是南昭最好的朋友 怎么会坏南昭规矩 对南昭不利呢 妖王爷都是误会误会 照顾不周还要见谅啊 你这身子骨可得养好了 若是大婚之上少了你 寡人可是会遗憾的 南昭王连忙道 见东秦女皇那红肿的猪头脸 也不敢靠君北月太近 待太久 又客套寒暄了几句 交代猎场一事 便匆匆离开了 寿尔少被寿组长 揪着耳朵离开 白礼尾声自然是跟着 君北月看了她一眼 唇盼不动声色 勾起一抹冷鞋 并没有多打招呼 司徒浩南想留着 却碍于叶绿千千 只能把叶绿千千 牵着一起走了 她也不知道 关于十两那件事 君北月会如何 跟韩子晴交代 不管怎么样 还是留给他们俩 相处的时间吧 人都走光了 子晴看着君北月 才扑斥笑了出来 淡淡地笑 却笑不止 君北月一笑 就站在大门口 就站在大门口看着她 子晴二话不说 便要进门 君北月去笑道 不怕肿成大猪头吗 不怕 就算是大猪头 你也得要 子晴乐乐 和这家伙在一起的时候 渐渐轻松了许多 自在了许多 连她自己都没有发觉 说吧 便立马要扑过去抱她 告诉她 在猎场里的惊险 可是君北月去立马后退 躲避她的手 子晴微微一愣 随即退缩了 她惊了 惊诧于自己 居然如此主动 不知不觉地就主动 主动想要拥抱 之前从来不会有过的吧 她这是怎么了呀 然而更惊诧的是 这个男人居然拒绝了 正是她的拒绝 提醒了她的主动 子晴将那原地有些尴尬 有些难为情 小脸都不自觉红了 可是一股股酸楚 却莫名涌上心头 心有那么一点点的疼 这个男人 这个曾经主动喜欢抱她 调戏她的坏男人 竟然避开了她 为什么 从来不主动的人 是最最脆弱的人 一点点拒绝 便可以将他们最坚强的心 彻底摧毁呀 这一刻 子晴脑海里一片空白 甚至没有去想为什么 她只有一个念头 非常强烈的念头 永远都不要主动了 可谁知 君北月立马解释 晴儿 你自己过来 等一会儿再抱好不好 我太脏了 还没来及洗呢 她总是说 她自己能走 她总是霸道地说 能走 本王也乐意抱你 所以 她现在让她自己过去 等一会儿再抱 去毒窟回来 这一路她太脏了 不唤喜 她根本就不想碰她 可是子晴不明白 猝起眉头 你 怎么了呀 一路风尘扑扑赶回来 好几日没洗了 君北月笑道 早在十两被 轩原离歌收买的时候 她就知道了 留在子晴身旁的人 谁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确实是因为 十两耽搁了 不耽搁 东旗女皇便不会信 今日就不会在这里 丢这个脸 倒这个欠 而且 更重要的是 就不会中那个毒了 她耽搁两个时辰之后 演了一场 收到极箭的信 故意让十两知道 却没给十两 报信的机会 一刻钟都没有停留 就赶到这里 她做的一切 那么合情合理 自然而然 要的 就是让东旗女皇相信 又或者说 是东旗女皇 背后的人坚信 十两是有价值的 对于君北月 这种说辞 子清狐疑着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正还要问 君北月便催了 还不赶紧进来 伺候爷沐浴 你最好好好 跟爷我讲清楚 猎场的事情 我可是一再吩咐 你不要去的 这话一出 子清哪里还顾得上多想 乖乖的地下头走了进去 乖乖的去准备水 伺候君北月沐浴 君北月在一旁看着 唇派始终挂着笑容 满满的宠溺和欣喜 而就在这个时候 被留在侧厅休息的 十两终于是忍不住了 偷偷溜去找东旗女皇 啪的一声 一记非常响亮的巴掌声 打不出伤 可是脸皮之下 怕是连肉都碎成渣了 十两无脸 一贯坚强不哭 此时却疼得眼泪直掉 臭丫头 你好啊 你还有脸来见朕 你不是肯定 已经留住君北月了吗 东旗女皇怒以滔天 女皇陛下 奴婢已经拖住 她两个时辰了 她带着奴婢 根本回不来的 可是随之后来 来了几件 奴婢是为影卫送来的 十两连忙解释 影卫 那你还赶过来 君北月一定是怀疑你了 宣言召启惊声 不 女皇陛下 妖王爷对奴婢所有反应 一言一行 婢女全都如实禀告的 到底有没有怀疑 女皇陛下心中应该有数的 影卫全在使臣大院之外 这里是南兆王都 妖王爷不敢这么大意的 十两连忙解释 她知道 不解释清楚 不告诉这对母女 她还有利用价值 今日 她极有可能 就会死在这里 东秦女皇 多么谨慎的一个人呢 她确实是知道 君北月的一言一行 她还是相信 十两是有价值的 她手上捧的密函 正是十两说的每一句话 君北月回的每一句话 全都有详细记录 她看了密函几眼 突然不生气 反而是笑了 这样的笑容 让十两更害怕 十两 要王爷疼你 那是因为韩子晴 当你是姐妹 你要弄清楚 我知道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王爷一直没有怀疑 我为王妃中毒养毒 王爷也一直替王妃心疼我 情同姐妹的主子 你都能出卖 会不会有一天 东齐女皇没有说下去 十两却从背后 一直量到后脑勺 情同姐妹的主子 都可以背叛 那是不是意味着 其他人 她一样就可以 说翻脸就翻脸 说背叛就背叛呢 面对东齐女皇的质问 十两把脑袋 压得很低很低 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而东齐女皇 却是冷笑 丫头 你放心 朕历来都是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的 朕既然敢用你 就不怕你背叛 这一回 朕全且就相信你了 女皇陛下英明 女皇陛下英明 十两连连磕头 东齐女皇 不是相信她的忠心 而是手中 有威胁她的东西 本来在 轩原离歌手上 那一百多号乞丐 如今全在 东齐女皇手上 十两很清楚 只要她再出现一次失误 便会有一百多号人 为她殉葬 丫头 再多跟朕 说说军北月吧 她发现你拥有 养毒体质时 是什么反应 东齐女皇 一边抚摸着 长长的指甲 一边碧尼十两 今日在军北月手里栽了 便越发让她对军北 越谨慎 药王爷非常兴奋 那日她自己赶回府里 让我去试读 之后随便找了借口 把我留在王府里养毒 缺了一味药材 这才带我去读库找的 十两如实回答 你可按照朕的吩咐 求她这件事 一定要瞒着韩子晴啊 奴婢求了好几回 在大洲帝都的时候就求了 十两连忙回答 她正是以一枪为王妃娘娘奉献的热情和忠心 才取得了药王爷的疼爱吧 是吗 那她一下子就答应了 东齐女皇又问 没 药王爷执意不瞒着王妃娘娘 奴婢就说 就说王妃娘娘知道了 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奴婢同王妃娘娘情同姐妹 王妃娘娘会伤心的 听了十两这话 东齐女皇立马拍手叫好 好好 你这个丫头果然机灵啊 她笑着 回头对轩辕朝夕道 朝夕 你可知道 一个男人一旦把女人放在心上 那便意味着 她的心从此就有了缺口 不再是无坚不摧的了 轩辕朝夕当然明白母皇的话 点头称赞 母皇好伎俩 君北月不是糊涂之人 但是为了韩子晴 她必定会有糊涂之石 拿韩子晴最疼惜的婢女 来养毒找解药 又不能告诉韩子晴真相 最后 只要有人把真相捅出来 韩子晴还不得恨死君北月 更何况石两的用处 可不单单在于挑拨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呢 四季词 轩辕朝夕脸盲低声 石两 我哥哥可还通你说了什么韩子晴的秘密 石两看了轩辕朝夕一眼 并没有马上回答 然而 东秦女皇却毫不容她迟疑 话音陡然转冷 你在迟疑什么 石两一哆嗦 脸盲匍匐下地 奴婢是在想 奴婢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太子殿下了 奴婢也记不清太子殿下 还跟奴婢说过什么了 是吗 东秦女皇看了轩辕朝夕一眼 冷冷一笑 那你可得好好想想了 是 是 石两零零点头 可是眼底却略过一抹音质 她的正主只有两个 前一个便是救了她的韩子晴 后一个便是轩辕黎歌 轩辕黎歌说过 她这样特殊的体质一旦被君北月发现 绝对逃不脱养毒的命运 轩辕黎歌也说过 同她合作 她可以保那一百个乞丐不死 也可以保有朝一日君北月身旁只留她一个人 原本她确实对韩子晴忠心耿耿 韩子晴虽然是一个庶女飞上枝头成了高高在上的药王妃 但是她毕竟还是出身相府的树女 不是她区区一个孤儿乞丐可以比拟的 她感恩戴德 心怀恭敬 可是当韩子晴跟她说 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乞丐 有过和她一样在客栈偷东西的日子 她便坐不住了 她不知道韩子晴是什么人 到底怎么成为相府庶女的 但是她知道 韩子晴和她是一样的卑贱 凭什么韩子晴可以一步登天 得到天底下最耀眼的男人宠爱 而她却要一辈子当一个同是乞丐的主子的婢女呢 甚至还要为她养毒 她太不甘心了 她不要这样的日子 她也要像韩子晴一样 有朝一日当上主子 轩辕黎歌的出现便是她的福音 想清楚了吗 东西女皇冷冷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 十两只才从不甘的思绪里回过神来 连忙便道 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情 轩辕朝夕可比东西女皇还要着急 太子殿下好像说过 她知道一个图腾 是南兆孤岛最尊贵的身份象征 是南兆孤岛的嫡亲 那个图腾和一个地方 十两一边回忆一边回答 东西女皇和轩辕朝夕相识一眼 分明是兴奋了 不敢打断十两回忆 他们就知道 那个图腾一定还有秘密 兽尔少也是这么说的 那个图腾是南兆孤岛狄亲的身份 然而 别说是兽尔少了 就算是三大族 族长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真正的秘密 只掌握在南兆王手里 轩辕离哥查韩子晴这么久 他一定知道点什么的 否则 当初就不会把那个图腾 画在韩子晴的马车上 见十两迟迟没有回答 东西女皇便急了 想起来了吗 十两促门想了又想 突然一个机灵 嗯 想起来了 太子殿下说过 那个图腾和一个地方有关 叫 叫古 古什么月来着 太子殿下说 那个图腾的秘密就在那个地方 古月 东西女皇呼吁着 这个地方 似乎没有听过呀 穆皇 一会儿哨儿哨铁定会过来 问问便知道了 雪原朝夕低声 东西女皇点了点头 还想问 十两却道 女皇陛下 奴婢怕你不相信奴婢 误了大事 才特地赶过来解释的 奴婢必须要回去了 要完一会儿找不到人 咱们 一切都完了 东西女皇点了点头 这才放十两回去 十两捂着不见伤 却通入血肉的侧脸 匆匆退下 直到回到军北岳院子这边 确定安全了 她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天色不早了 估计是要明日 才能见到主子 韩子晴待她确实好 只是韩子晴不知道 她想要的是什么 而此时 韩子晴的房间里 白烟鸟鸟 水声丛丛 这似乎是子晴 头一回如此认真 伺候军北岳沐浴 严寒冬日 南昭的白日依旧炎热 夜里却是凉的 大浴桶的温水 生出鸟鸟白烟 隐隐约约可见 男人强劲有力的双手 随意展开搭在桶圆上 女子归坐在一旁 销售上窝着枣豆 轻轻涂在男人 古铜色的手臂上 这手臂光滑干净 却还要她用枣豆 认认真真 一寸寸洗过去 子晴一直都知道 这家伙有洁癖 却是今夜 她真正领教 她洁癖的可怕性 她身旁摆着一排 五颜六色精致的枣豆 不认真看 还以为是糕点呢 这是古人用来洗澡的东西 类似于现代的肥皂 但是 澡豆里的香 却是现代工艺 怎么都添加不出来的 细数过去 这里一共有十种澡豆 君北月说了 从一到十 按照顺序 一次用过去 子晴很受无奈 真想问问 她到底是多少天 没有沐浴了 至于葬成这样吗 只是 见君北月一脸疲惫 子晴便不忍心打扰了 君北月仰头 靠在浴桶边缘 双眸微闭 那俊美的眉宇间 看似眷色 及时享受 许久 她才偏过头来 见子晴一脸认真模样 不由得笑了 原来 是这样啊 子晴莫名其妙地 抬头看去 是吗 被人伺候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啊 君北月笑道 身为皇子王爷 打小便是被人伺候的主 沐浴更衣这件小事 更是不用亲理亲为 可是 这却是她第一次 被人伺候沐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